明天的空军秋冬教理师天天club 我是摄影师天古层 你们的天天 今天是我戒烟的第七天 现在我的心情都是 我应该是大学的时候正式开始学会抽烟的 现在烟龄有15年了 抽烟最凶的时候一天一盒半 这两年在日本那边 因为抽烟的限制多一点 所以就一天一盒 15年烟龄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盒 这是第一次 算是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成功 所以这期节目咱们分享一下其中的过程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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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机票单程是17000 北京现在是无法落地的 所以现在我这次回国只能飞到其他城市 那么这次回国我选择的是上海 作为个老烟枪直击完了之后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找个西烟室抽烟 最近也在想 为什么在飞机上 这两三个小时 你可以不抽烟 为什么睡觉的时候你可以不抽烟 年轻一点的时候 不借烟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是一个地久不沾的人 很多年前我当时是从事电影编剧行业 这个工作压力还挺大的 就是夜里经常写东西 然后所以西烟非常多 然后这个行业 其实是特别特别倚重社交的一个行业 中国这个社交文化中 烟民的社交和这个酒友一样很重要 这也是我一直没想过戒烟的原因吧 好的 这是一个非常狗屎的酒店 肯定有人说我身在福中不知福 是吧 我花了七千块第一顿饭 已经干净七个小时了 我只喝了一瓶水 然后这七个小时我也没有抽一根烟 那段时间一直在分拨 做核酸检测 填各种各样的表格 等行李来回来去走 坐大巴等等 就这个时候是想不到的 想不起来抽烟 那现在呢 回到酒店里 我发现 之前有朋友告诉我 国内的这个酒店 是可以送外卖的 结果 你写了世人话吗 入炉前可以网购 聚收烟 酒 冰鲜 冷藏 外卖等 外卖里包括了饭店现做的食品 奶茶 卤味 便当 自嗨锅 小火锅 冰激凌等都无法送达 怎么能点什么呀 所以刚才我打电话问了一下他们 他们也就是说给你点外卖的自由 但是能不能送上来 他们要在衣楼大厅去查你的送来的东西 原则上你可以点外卖 但是其实你什么都点不了 因为他们不给你送上来 而且即使能送上来 每天只送一次 就是玩个七点 并且也无法和其他人见面 作为一个十几年每天要抽一盒多烟的老烟民 现在我的心情就是 现在可能是烟的阶段下来吧 就是 雖然这个酒店很大 但是我真的是觉得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桌子 床头棍上面的土 这是离隔离人员最近的位置 这五小时我们也没有任何机会去机场 机场也没有任何的做完生活用的地方给我们使用 从机场出来就上了大巴 到了这儿 现在你告诉我 什么都不能 什么外卖都不能送 我们可以让我送 但是也没钱 不能不让人 没有任何的提前的工作 我就被送到二位阶段 我真的就是说 经理允许我们每天来送烟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经验就是两点 我第一点我认为是心里的认识上 就是我想戒烟很重要 没有人比烟民更知道吸烟的危害 没有一个人会 从抽第一口烟的时候就觉得烟是非常好抽的东西 第一口烟往往都是又苦又涩又呛 这么体验不好的一个事情 大家可以坚持去体验 然后并且上瘾 但是却没有毅力去戒掉它 挺难以执行的这个事情 所以屋子里就没有洗衣机 只有这种肥皂 第二点就是这个环境确实很重要 如果你处在一个身边随便可以抽烟的 一个环境 身边都是吸烟的人的环境 这一间是有点难 但是可能这也考验 更加考验你的毅力 现在是隔离第二天的晚上到九点钟 无聊 现在我已经没有抽烟三十六个小时 昨天是看什么什么都不顺烟 就这个屋子里什么都想砸掉 但是我已经花了一万七个机票 然后花了七千块的这个酒店这个钱 出于理智成熟的我还是忍住了 今天早上六点到现在至少现在不想砸东西了 这才待了第三天 我已经幻想我出去的那一天跟朋友们吃什么 出去的第二天跟朋友们吃什么 在这种吃的不好也无法抽烟的日子里 可能必须要有一个念想才能让自己活下去 隔壁的餐还没有拿 这边也没有拿 我隔壁是个很年轻的九五号留学生 这也是合影年代 这样冰荒马乱的时代 或者真在监狱里 他们俩隔壁的吃的早没了 不要问我在哪儿 问就是在我肚子里 在我所有认识的戒烟成功的朋友的口中 戒烟全部都是一蹴而久 嘎杯一天就戒掉了 很少有说我循序渐进的 以前抽一盒 新前抽半盒 后天抽十根 没有这样戒烟的 这样的话好像都戒不了烟 那样的话对这个一天的这个烟会更加的期待和依赖 对这个一天的这个烟会更加的期待和依赖 今天是9月23号隔离的第四天 下午两点 距离我上一次抽烟已经过去了将近八十个小时 因为我想不想抽烟 我的手都已经被我咬了 都已经不行了 现在我决定 因为那些规定上面说 这个不让送那个不让送 但是有一些东西是可以送的 比如含包装的东西 我是国立酒店的317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我买一罐一打 你把烟放在一打的罐子里 应该是可以放下的 你可以试一下 不是 我咱们可以商量嘛 对吧 我多给你100块钱 多给你150 谢谢 好的 好的 所以今天晚上7点半 就有烟团了 就有烟团了 饼团了 饼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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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脚啊 还有一点 如果在给外卖的时候 记得很舒服啊 我会是有烟团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晚饭异常的丰富了 鸡蛋 这个是什么熊鸦 一只小鸡腿 还有一点什么鱼豆腐之类的东西 这一吃啊发现不是鸡腿 是鸭腿 还有两个半小的 刚刚来电话跟我说 7点半之前已经送出来了 如果我没有收到 我可能送出了房间了 我就给我找 好 我现在买的东西 我不是没给钱啊 你我现在买的东西 我不是没给钱啊 我送出了房间 你送出了房间 我现在买的东西 哪裡都要送出啊 好 żyius 您带你带你带我带你带我来 我花了钱买东西才不给我送 请我现在要你 跟他要来电话你觉得不合理吗 大家都说这个饭后一支烟 塞过活神仙嘛 所以你如果打算想接烟的话 刚刚吃完饭的时候 正好去干点别的 让我能让你分心的事情 现在正在直播中 喝个影 喝个影 站个电视 站个电视 喝个影 喝个影 我就是有点想他了 别抽 别抽 哎 对 别抽 今天是隔离的第七天了 所以你问我有没有胸闷啊 气短啊 头疼啊 浑身疼啊 什么各种各样的不良反应 我生理上真的没有什么 其实我第一天的这段反应确实很易怒 第二天也是 所以这两天我是怎么克服的 就是都睡觉 让醒着时间减少 然后第三天就好多了 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戒烟九个月都可以复息的 如果你问我说出去之后会不会再抽烟 答案是现在刚刚过了一半 我不想故意突出一个正能量的节目效果 如果不是关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 你让我自己去想明白 直到今天我也不认为有什么冲突的理由 让我去解烟 首先我是个鸡酒不沾的人 我不蹦滴 不玩游戏 我再把烟解了 我不是说大家都得抽烟 每个人都不要追求生活中的十全十美 有一点无伤大雅的小恶习啊 小癖好 没有问题 还是需要一点出口 可能就是一个不太正确的观点吧 我还是希望能够real一点 还有七天等我走出隔离的这个模再说吧 还是其 égal 一点儿 有asion 第一个 没 이야 我 大湾 你来喝滑 小川 cej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